杨子给宋丹丹写信称自己没有让丹丹妈妈失望 现在距离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已经过去了17年 当杨子在萌探中读写给宋丹丹的信 说17年过去了,您的女儿下雪已经长大了 她没有让您失望,会努力成为跟您一样的好演员 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不仅仅是杨子和宋丹丹哭了 估计屏幕前的大家也深有感触 因为他们俩的母女情深刻在大家的脑海里 哪怕不是亲的母女,剩四亲的母女 而且就像杨子告诉宋丹丹的那样 她在面对每一部戏的时候,都特别认真 比如说在亲爱的,热爱的里扮演女主角童年 给大家带来了可爱又懂事的角色 正是因为李线和杨子精湛的演技 才有了大家都喜欢的线男友一词 还有她在电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饰演的紧密 她在里面的哭泣太感染人了 观众的共情能力太强了 而且由于杨子的演技非常好 大家现在在看到杨子 并不会只把她当成下雪看了 也就是说,她成功地凭借自身的实力转型了 除了杨子给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外 她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又可爱又单纯 真的是大家都喜欢的小猴子 所以说,大家都很喜欢杨子是有原因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杨子非常努力 来看看大家对杨子的评论留言吧 真的太好哭了 杨子在和宋丹丹拥抱的时候 她说这份给宋丹丹的告白信 宋丹丹一定要锁到保险柜里 哈哈,是大家熟悉的感觉了 而且就像杨子所说的那样 她之所以想红 是因为想要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 从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 所以小编也期待她越来越红 可以多挑选一些高质量的作品 给大家留下更多的经典角色 支持杨子 为什么宋丹丹丹丹的安级